这个日本人可以讲他在参加这种战争的时候是缺乏一种大的智慧的 有人讲说日本人他解决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制造更大的矛盾 比如说他为了吞并朝鲜就要跟朝鲜的宗主国比朝鲜强大得多的清帝国开战 他为了吞并中国的东北地区就要跟比清帝国强大得多的沙皇俄国开战 结果侥幸的是这两场战争都赢了 也就是我们说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都赢了 这样的话日本人就真的认为皇军武运长久 五十道精神可以战无不胜 精神原子弹它只是精神 除了炸死自己它是炸不死别人的 就是说你自己在这喊打倒你在这过嘴瘾 那么最后的可能性就是你自己气得血压心脏什么都犯了 人家没事 所以日本人他不考虑这一点 他为了要吞并整个中国 那就要跟比俄国才要强大的美国开战 我们形容什么东西字不量力 往往爱用一个俗语 叫小蛇吞大象 那么日本人来讲他就不是蛇吞象的问题了 而是青影吞恐龙的问题 一条小蚯蚓竟然要把恐龙一口给吞下 当时的日本的国力跟美国相比差到什么程度呢 它的钢产量只相当于美国的九分之一 日本一年大概能生产四百万吨粗略的钢材 美国是三千六百万吨 石油产量是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那个造船啊 汽车啊 就这些个指标都没法衡量了 那一比日本就没了 结果日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那么在战争爆发之前 当时日本的海军军令总长永野修身大将 就去询问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三本五十六大将 就问他说一旦皇国对美开战 你有多大的把握 因为这个三本大将当年当过驻美的海军武官 他见过美国的国力 所以他就跟永野大将就讲 说如果阁下到过美国 你看看底特律的汽车 堪萨斯的石油 你应该知道皇国对美开战没有把握 结果永野很不高兴 军方已经决定了这儿 你就说打起来我们能坚持多久 这个三本想了想 说半年是有把握的 超过了半年就不好说了 结果没想到永野一拍大腿 说足够了 半年足以消灭美国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日本偷袭了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 我们教材上说 说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 其实根本谈不上损失惨重 人员牺牲重大 死了两千多人 这在美国人来讲 这是不能忍受的 整个第一次战战 它才死了四万多人 这一个小小的珍珠港 死了两千多人 但是潜艇库安然无恙 油库安然无恙 飞机损失了三百多架 新式战略舰和航空母舰 没有一艘在港内的 老式战略舰被击沉了四艘 美国人把它捞起来 修好了三艘 只有一艘真正的沉默 亚利桑那号 对亚利桑那号真正的沉默了 你像南达克塔号 后来还参加了1945年9月2号 在日本东京湾的授降仪式 当年你把我打沉了 现在我修好了 我来了 还参加了授降仪式 所以这个损失并不是很大 但是日本这么一干 就等于把美国给惹恼了 日本如果跟美国比起来 美国是一个成年人 日本就是一个五岁小孩 在国力上 你说你这一个成年人 你让五岁小孩扇了一个嘴巴 你说你还有脸出去混吗 所以一下就把美国给惹恼了 所以山本大将在偷青珠港 听到胜利的消息之后 他很忧伤的时候 说我们唤醒了一个沉睡中的剧场 平常我们可能更多的都熟悉 珍珠港的一个战争的画面 袁老师这么一讲 原来战争背后 有那么多的旋律 没错 尤其是两国交战和两国的综合国力之间 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 这个壮众跟小超之间 还有甚有体会 壮众经常就要对小超的动手动脚 明显的就是一个蛇吞象 以及蚯蚓吞恐龙 不过我们刚才听明白了 其实这个珍珠港世界是一个导火索 可以说是它扩大化了二战的这样一个规模 现在我们三位同学 你们听到了现在为止 有什么样的问题 袁老师 因为有人说偷袭珍珠港是日本人按照美国那本小说 照顾画条干的 您说这个有依据吗 这个好像是挺有依据的 有依据 有依据 等这样一个场面 所以这个有人讲就实际上是美国人教日本人怎么去打这个珍珠港 所以这个确实是有依据的 是美国人教日本人 对 从某种角度来讲呢 这个反映出来第一 日本人他有点小聪明 是吧 第二个也能反映出来也挺傻的 你想这个生活怎么能跟小说一样呢 很多人是按照很多爱情小说去寻找自己的爱人 结果最后呢 找到了爱情的滚目 好 扯远了 来我们第二个提问的是班长杨阳 袁老师您刚才说美国是一大人 然后他被一五岁的孩子给抽了 您说他是不是故意让这孩子抽完之后 他才好意思说还手呢 故意的 抽完之后再还手 有这样的事吗 班长提的这个问题是很有见地的 真的 因为这个现在不但是这个美国人有这种说法 就连日本人都有这种说法 比如说这个给山本将军作传的 这个日本人叫阿川红芝 他写的这个山本五十六这本传记里边 他就说呢 这个其实偷新竹港美国人事先知道 他说美国人不但为什么这个航空母舰和新式战略舰一艘都没在港内 留几艘那个老舰让你炸 而且说这个在台湾新竹港前一周的时间 这个珍珠港所有的医院里边的非手术病人就全出院了 而且呢 这个就空出床位 并且运来了大量的血浆 准备这个接收大量的伤员 所以就很有可能就是说罗斯副总统想这么干 但是又没法说动国会 游说国会 怎么办 设个局 日本人傻乎乎的一脑子就撞下来了 用山本的话讲 把这个巨人一下子给唤醒了 有可能